这老师还没来 赶紧先整理一下自己 赶紧先收拾收拾 免得为了他挑 挑东挑西的 哎 你行李也太多了吧 我告诉你 什么方法 停电路 我给他给你踢 踢 我这边他没给我拉起来 给我扣上了 我现在全乱了 我现在全乱了 我本来很整齐 这里 我全给我倒下来了 直接倒 直接倒 啊 怎么了 我说你把我巷子 另一半的东西 全给我倒出来了 你看到了吗 真是谢谢你啊 对 你就把我那个袜子 塞帽子里就行了 扣上 赶紧扣上吧 这是你的行李箱 对 就这么大一个 就这么点一个 老师上楼吧 好的 收拾行李了 这是一个人的 还是你们三个人的 三个人的 从小到大按大小个排序 这个是谁的 我的 你好棒啊 是不是 没有东西 衣服叠一条 就行了 你的行李收拾得最棒 先把行李 拿一个 都到那个房间里面去 他就找不到了 先带走一个 我现在好了 我现在就 你看 我就只有这么多行李 他会信吗 但我也就这么一点 我要不要拿一点衣服过来 我有一件衣服 在床上 显得乱一点吧这样 行吧 不得不说 你的行李收拾得最棒 因为你的物品最少 你这个也太少了吧 先挑困难的来 先从 先从我这来 先从最困难的来 好 最困难的 这是你的 我的 这是你的 这是你的 我的 你先就把衣服这样 对 我需要把你的衣服 全部拿出来 不不不不 那我扣上了 那我扣上了 你既然要给我都拿出来 我紧张了 我心里这一下 老师能扣上就行了 因为我们东西都没有满出来 满出来才需要收拾 那你这个穿的时候 就这样捞一件 不是 我会从底下翻出来几件穿 老师 你们叠体育一般怎么叠 你给我展示一下 反正我在家 我就是那个什么 万物皆可三点式的那个叠法 就是这个这么叠 网上 网上 网上看的 好多年前学的 很棒 是吧